一年过去了,8000事件中受伤的年轻们正在努力复原 带着伤疤要面对未来生活 聊日报系院行工程团队也访问了2000年 在荷兰的福倫丹大火事件的商友 他们受伤时也都不满20岁 15年后也分享经验是如何面对生活 来看我们的专题报道 荷兰广播电台假日新闻时段正在播送 主编希丽负责整理新闻下标 希丽是2000年福倫丹大火的幸存者 当年才15岁的她 背部严重烧伤,手指也变形 我躺在桌上,我说这就是它 我已经15岁了,我死了 因为我躺在这样的地方 所以我的脸没有烫,因为我躺在这样的地方 我说,我不能脱离 因为有太多人 然后我醒了,全部都很暗 我认为,每个人都死了 我已经死了 希丽活了下来 不过她班上的同学 有些就停在青春花开的年纪 不再长大 16年过去,希丽念完大学 曾经的梦想是当演员 但也找到了热爱的工作 依旧在她的舞台上 我可以做所有的事 我可以写写 我可以写写 我现在有船 我正在游戏 我可以写写 我可以做所有的事 这段时间也已经跟巴恒和平相处 现在的希丽已经结婚 还出版了自己的书 分享经验 散发自信光芒 要持续挑战生活 我非常深刻 我只是15岁年纪 才能得到更好 因为我已经死了 我当时很痠 我很羡慕 我感到这些疾病 我可以告诉世界 因为我经历过的事 并不是我的错 我仍然是我 我会更加强 我会更加强